西州居民反對可愛動物園區 設立和聲援的NOE動保團體 雙方立場不同調 在5月20號的說明會上 爆發激烈衝突 造成多人受傷掛採 動保團體前往彰化地檢署 按鈴聲告 對動手攻擊的11人正式提告 我當天因為 我是整個被安全帽重擊 所以鼻子跟嘴唇這邊 都受到嚴重的傷害 像我嘴唇這邊也縫了四針 對那也有輕微腦震盪的一個狀況 除了對打人的居民提告 動保團體不滿彰化 現議員李志玉在現議會 指稱他們是打著動保團體 迷役的黑衣人 對李志玉提出公然侮辱罪 以及被謀罪等高速 就會說我妨害自由賭博 跟這個傷害 我的家人聽得很難過 說我們做到要死 還要再給我們抹黑 這個東西沒辦法調查 應該是還我一個清白 我在議會這陣子 我連去說到 那三英文字母就沒有 到底三英文字母是連在一起 還是中間的點 我都不知道 但是竟然將我在議會這陣子 來動作 意思說我在跟他們妨害民意 我感覺到真的 社會沒有公道 NOE動保團體理事長拿出證書 自清強調他們絕對不是鬧事的黑衣人 也堅決不讓其他志工無辜遭受攻擊 不管是打人的還是涉嫌抹黑的 動保團體大動作一併提高維護自身旨意 記者李一鳳凰青璇 蕭博報導